你们有发生过任何的 想争执吗 有过争执 但是就是聊开了 这回事 就正常 你们旅游出去 跟同伴有过分歧吗 没有 我没出去旅游 你说得到这 你们都沉默了 我俩都 真的假的 几乎没怎么去 之前问我 就是说跟父母出去旅游 我说我很少在我旅游出去旅游 他们说为什么这个团队 我说我有心理阴影 咋的呢 就是特种兵 家长是这样吗 家长很容易这样 很早 他们都很早就可以起来 太早了 六七点钟起来赶景点 去那排队 我真的就是心理阴影 但是你也可以理解 你说就来这么一趟 它最著名的一个景点 你是不是得去一下 是 来都来了 就像来北京去天安门 看生旗一样 你像那个 我至今没看 我也没看 我的那个非常脏 尤其你夏天来 我以前跟我爸去了 早上去真生气 我晓得了 其实应该看一看 但是太早了 我愿意每天赶路 就是我愿意坐车 你开吗 我不开 我不会开 坐车也不叫赶路 那不就是短场 不是我愿意 我贼愿意坐车 我觉得特别愿意就是坐车 就是看外边 然后到各个服务区吃泡面 这是我旅行中 我最享受的事情 那要是坐飞机呢 飞机我不愿意 我就愿意坐车 汽车 小汽车 小汽车 火车呢 火车也行 是每次工作完之后 必须得出去旅游 真的 那你没有漂泊感吗 你都本来就在外边待着 完了也不回家 我其实在剧组 因为我小时候拍戏拍很早 我在剧组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安心 然后是有一种从剧组出来 该漂泊一下的 反正剧组反而对你来说是一个 对 是一个稳定的地方 比如说就想上班 然后就是早上起来 第一站就是化妆 化妆之后进入角色 工作 然后收工 回归自己 就像正常的上班一样 然后回去躺着 然后看看电视 玩手机 睡觉 第二天接着上班 而且它是一个 长时间密集的 一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所以我结束了之后 我就想去散散心 一方面是 因为你要跟 跟这个人告别了嘛 然后你就需要去回归自己 其实在旅行中是特别 我觉得在旅行中 特别能找到自己 是会才艺的 小时候嘛 很小的时候有才艺嘛 然后我还特怕上台 其实 而且以前也会有过 就是在舞台上就崩了 就是以前忘词了 或者是突然就白了一下 在台上 在表演快跑的时候 对 灌跑就白了一下 然后就有点那种 PTSD那种感觉 就一直对舞台这个事特别触 我前段日子演话剧 我每一场都特别紧张 演到后边才好一点 镜头那是 没什么 因为对于舞台还是 因为我知道你吓人 对 但是台上就是观众 其实那个连接太紧密了 呼吸节奏变了 我感觉观众都能知道 那种连接真的是压力很大 上台 你上台紧张吗 紧张 我的妈呀 你现在上台还紧张吗 紧张 你现在上台仍然紧张吗 紧张 你唱你最熟悉的歌 而且我问了很多人 他们都紧张 就你觉得绝不可能紧张的人 比如呢 李健老师这种 真的 我也觉得他们不会紧张 就是你唱你 包括罗大佑 你唱你最熟悉的歌 你也紧张吗 紧张 成熟歌手上台也紧张 不过那种 就是大家把你和你的戏的角色 分不开的情绪 也有 但是我就觉得没关系 本来我就挺想成为这种演员 那就是大家聊到一个角色 就必须要聊起我 就我希望我的每一个角色都 跟我脱不了关系 我作为一个演员 我追求的应该就是这个 所以分不开就分不开 因为我会一直看 我还挺想看看 就是如果我后面再有什么 特别跟我本人 让他们分不开关系的 那前后这两拨人怎么怎么办 我还挺想听 挺好奇的 这够吗 够 够 够 反应应该就是油烧的热热的吧 炸蛋是把鸡蛋打开 是吗 是 然后他用那个像漏勺似的东西 让它像嘎汤似的 然后让它在里边再和成一个整体 那炸呗 把油烧到可以炸东西的温度 然后把鸡蛋放进去 就完了 是 不是 他说鸡蛋得搅开 鸡蛋得搅开 搅开的鸡蛋 然后用漏勺从高处往油里淋 然后 你不会吗 听你这说 我看着过但我没做过 那就试一下 试试呗 来吧 来 跟我跟我玩 冒烟了 你拿这个东西 站上去 那你拿它站上去铃 纯实 对咱也不管说坏 想当人了就在这边 慢点 是吗 哎呀 你这说是这么一样的啊 哎呀 这不打得不够散的 哎呀 感觉是这么回事啊 无聊的 这不打得不够散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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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打得不够散的 毛老师 你现在这个厨艺啊 散了呀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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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糊涂 哎呦呦 这这啥糊涂啊 对了 对了 挺简单 可以出锅了吧 可以的吧 也不用割盐啥的 是吧 好吃 要不再咋了啊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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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吃的一些够了 行 我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挺想干一回物业 为啥呀 物业挺酷的 老师要解决 各种奇怪业主的各种困难 那你得干一个好物业 好小区的物业 对 物业跟我说最多的交流就是 请问您家是不是在聚会 可以小声一点吗 哦 就是你放音响的话就会被投诉 对 如果你不放音响就没事 那我没有呗 那我在一会儿玩会听歌吧 那也放我在别人家也放 还是可能不亮哥哥 歌音不在眼 对 就是我感觉你们这个节目的利益 肯定是 就是像一个乌托邦一样 把大家聊的 按理说是的 对吧 好玩的地方 对 聊聊 但是现在录了两年多 还快乐吗 有的时候很快乐 有时候很快乐 来采访还来 去多少个地方 沙特 科尔迪亚 伊朗 武内到那儿之后 哇哇哇 感觉像在录的那儿 特种兵 六七点钟起来感情感 但是你也可以理解 来都来了 话剧第一场开演 那个手 你现在上来还紧张过吗 紧张 很多人他们都紧张 理由呢 包括 真的 俩人一人说一个 我们判断 杂听 叶个后撒 词有啥子 完全猜不出来的 嘎啦 嘎啦是 这是外语吗 咋做呀 杂蛋 从高处 往游里 冒烟了 是吗 是吗 那我拿呀 感觉是这么回事啊 哎呦呦呦 这啥子不错啊 毛老师 你现在这个厨艺啊 放来了 反一反的 问过一个导演 30岁的人 怎么演 不管用什么方法 先喝一杯 我那个电影 就是演了一对 新红书记 跟紫峰 对 我长大 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